今天晚上就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值班了 我想露一段小诗篇 声援那些我不认识 却生生扎根在我心里的人们 我是一个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出生和死亡对于我来说来的同样平静和珍贵 但我也有我的梦 也有我的理想 也有我的自宗 也有我身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极权体制之下 没有安全的人 包括极权者本身也无事不可处在危险之中 有人今天断坐在主席台上 明天就有可能浓为了阶下球 一个民营企业家说死就死了 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 我们中国人吃啥啊 像土戒一样的生命啊 六百亿美元说送人就送人了 他到底经过了谁的同意 他经过人大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栗传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 我不是什么人民 我不要做什么人民 今天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 站出来表达我的意愿 我的心声 六百亿美元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是西北农村 老大的留守儿童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董琼瑶 到底犯了什么罪 泼墨无罪 独裁犹罪 请立即释放他 请立即释放他 今年八月份 为家事工人维权的月薪 也到底犯了什么罪 请立即释放他 请立即释放他 华勇是我 微信通行令里面的朋友 从今年七月十二号起 他就没有了阴性 他究竟去了哪里 他也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也到底犯了什么罪 去年 年中 他为小花倾城 唱生日快乐歌的情景 还一一在线啊 他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请立即释放 话用 请立即释放他 另外 还有 一百万的穆斯林同胞 一百万手无冲铁的穆斯林同胞 他们 他们 也究竟犯了什么罪 新疆的冬天 已经来了 那里 已经 开始下雪了 请立即 释放他们 请送 他们回家 当然 当我 表达出我的心声 我的意愿的时候 我也有可能 会像他们一样 面临被消失 我早已经做好了 慷慨 赴死的准备 华夏民族 自古以来 就有无数人人之事 杀生已成人 舍生于取义 以余星之所善惜 虽九死其 未溃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青 我自横刀 向天笑 去留肝胆 两空龙 拼将十万 头龙血 力把前空 虚挽回 如果 能够成为 他们的一分子 将是我 人生 最大的 幸福 人生 自古 皆有死 死又 何所聚 我们 我们食的是 中华粮食 饮的是 华夏水源 本是同等 相间 何急啊 如果百年前 蔡元培先生 曾经是 这里繁荣过 那么今天 在这个 充满南华女岸 死气沉沉的地方 就是 中国人的 上兴之地 今天离开之后 我就 再也 不会来 这里了 最后 我仅以一个 个人的身份 呼吁 所有有良知的 中国人 能够站出来 发出我们的心声 要自由 要民主 要平等 要公平 要正义 要1945年 入民主 联合政府里 那个向我们 承诺的国家 如果 我死了 我还有 尸体的话 我的家人 是五门 我已经和他们 彻底决裂了 我已 无家可贵 希望 希望 今天 能够 记得我的人 把我的骨灰 用灰白色的布 包裹起来 我不要被装在 坦坦冠冠子里 我讨厌 被窒息的感觉 洒向 屈原 投江的地方 为什么 我的眼里 常寒沥水 因为 我爱这块土地 爱得 盛存 我偷底 能够 mesa